都说自如其人 从一个人的笔锋里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明星的签名照 是不是又好看又看不懂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明星的真实笔记是什么样子的 刘亦菲是很多宅男宅女期末中的女神 一直被粉丝成为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长得漂亮 但没想到她的字和想象中的差距有点大 有网友翻出了刘亦菲当年写给粉丝的感谢信 写的字真的不打地 难怪有人说她的字和脸不配 纵观整个娱乐圈 刘亦菲的字算不上最丑的 娱乐圈也有比刘亦菲写的更丑的都有 还是大咖明星呢 张泽宜的名气不言而喻 她成功迈向国际 前后四次被要作为奥斯卡的颁奖嘉宾 虽然名气很大但字迹一言难尽 真很难想象这是国际张的字 张子怡的字真的 还不如00后的一样千玺啊 千玺的字迹 真的可以说秒杀很大人 年纪轻轻写的一手考字 圈粉无数 虽然千玺现在很红 还发行了几部非常有名的专辑 但是她依然很千玺低调 这样的千玺谁不心动呢 别看杨幂大大咧咧 她在机场也会走丢的 但杨幂确实是个高情商 高智商的当红花旦 杨幂不仅能把自己带红 还能把别人带红 好多都已经快过气的男星 与她合作后又开始走红了 杨幂的字很像行书风格 圈秀大体又公正 关键是超级好看 Angela Baby十几岁就出道了 虽然是跑男的学历最低的 但是却找到个好老公黄晓明 对她恩爱有加 她再进入入娱乐圈了 再不入娱乐圈之后 她就没有继续读书了 所以Baby的学历不是特别高 不过Baby也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 那就是能力比学历重要 主要是常的好看 看了Baby在摸股 无留言本的字迹后 网友纷纷感慨 被骗了好多年 原来很多明星只是签名好看 他们写的字很多都是小学生水平 甚至一些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迪丽热巴不仅有高颜值 精湛的演技 写字方面也是很喜人 图中是热巴在拍摄某巨石的变迁 橙红色的纸暴露了热巴的少女心 字迹工掌扬起 看得出 迪丽热巴的书法功底是很不错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热巴人美字 也写得好 会是真的长 她的大长腿 真的不得不让人填平 又修长又纸 是多少女生梦寐以求 而且皮肤白皙紧致 让人很羡慕 其实她自己有透露过 每天包巴餐食吃 做法可百度 这云趁标志的身形是这么来的呀 咱也去尝煮十几天吃 都能显露出小麻妙了 真不知道哪位幸运人士 能料到我们的女神呀 再看看华仔 刘德华的自己 真正的自如其人 04年的时候 写下的善缘好运 莫宝曾拍出过约八十万元的高价 未受关注 其实刘德华写的一首好字 是因为他小时候家里是开糖水店的 那时刘德华就每天负责写糖水牌 字写得差了 自己会觉得丢了 因此刘德华发奋苦恋 字就越写越好了 如果每个人都像华仔那样 有伤尽心 有追求的人 或许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做好 所以说刘德华那么受人尊敬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看看孙丽写的字 和华仔不分伯种 大气又整齐 可以看出他优雅的气质 他的自己流亢有力 应该试炼了很久 天赋也可能是机缘之一 再看看孙丽的老公超哥 真是要陶醉了 字和颜值成反比 网友的调侃 长得帅的人字都写得难看 惨不忍睹 估计等等写的字 都要比邓超的好看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 这几位明星 你们最喜欢谁的字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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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